先至多年的凤林修汽区总面积48公顷 而华东纵谷管理处规划为露营区 目前相关设施正在施工中 而污水排放系统将在6月取得排放时刻 露营区也将以FICC中华民国露营协会的规格 来让露营的民众能够享受更完备的设备以及隐私权 近几年露营丰盛行假日许多营地 一味难求 延伸出非法露营区造成山区烂肯的问题 凤林游戏区十几年前已规划为合法的露营区 但是常年为使用而残破不堪 那因为之前的这个招商是因为里面园区的这个 有一些设施要做一个比较好的处理 让招商顺利 所以我们花了这个前两年的时间 已经完成了一些基础设施 包括污水系统的排放 那因为这个整个基地需要用污水处理完才能排放 所以我们预计今年应该在五六月的时候可以取得排放许可 那也因应我们现在露营活动要一些比较示范性或是比较安全的地方 所以我们这个露营区是用FICC四星级的 就是说希望来这个露营的时候有隐私权 然后设备非常的完备 让大家在这个我们这个花东地区 能够跟大自然之间的这个感受 能够是优质的 是有足够回忆的 所以我们在整个营区应该也会办一个露营的体验活动 预计是在中秋节的这个时间 那也会节约我们一些的这个游程 包括我们徐行重骨的自行车的 这些游程的这个推广 希望有兴趣的这个游客可以来关注我们这个露营区的活动的开放 花东重骨管理处表示 今年度已发包2000多万元 进行营区的周边环境改善工程 初步已整理出14个露营车格 以及一般营地30个 营区内并包括露营区飞行体验区 希望能够再次成为花林中区最耀眼的露营场地 记者林杰 凤林郑 采访报导